Hello 大家好 莎姐 近日經常聽到 美國撤橋 我們爺爺又說撤橋 還要很急地撤橋 爺爺說 現在在說摸底 你們有哪些人要回來 我就增加一些航班 運輸你們回來了 美國就直接說 你們快點 現在盡快歸國 所以有些人就會說 會不會是啾啾呢 因為你要知道 現在美國走的東西就是這樣 經濟戰什麼 輿論戰什麼什麼 然後發現原來什麼都不行的時候 最後一個手段 就可以提升民望的就是啾啾 記得當年美國就是標標完 某個總統就成功連任 當然 標標完的後果就是負債 你知道一顆子彈 一顆什麼什麼其實都很貴 一顆子彈就等於燒一疊銀子 所以有些人就說 咦 樣樣輿論又不行 各方面又不行的話 唯有就是標標了 為了連任 對吧 但是 基本上是不會的 有一個中國的評論是很好的 但都建議大家多看中國的評論 不管他會不會幫中國說一些好說話 但是從一些客觀的事實是真的 他就說了一量 其實沙姐都很認同的 你要標標 首先就要吃飽飯 吃飽飯沒有東西做 才可以標標的 你都吃不飽飯 你怎麼標呢 每個都手軟腳軟 你怎麼標呢 第二就說 他都要搞定十九公子才行 十九公子才行 你怎麼找人去標標呢 找了病人去標標呢 行不行啊 每個都在發燒的時候去標 反正就說 行兩步都沒有去標什麼 而最大的問題 我覺得當初是一些航空母艦 經常在那裡游來游去 其實並不是真的想標標的 只是想擺一個姿態 擺一個形態出來 就讓中國有壓力 希望他趕快買去怕 你要呼吸的就給你 你要口罩就給你 我送給你 或者甚至是他希望 甚至是中國認了十九是他的 十九契妹是他的 但是中國現在已經不同當年 要搞清楚 無論在醫學 無論在裝備上面 也未必是說 完全不是美國對手 醫學現在就看到中國這方面是很高水平 在戰力方面 也跟以前不同 軍備上也好很多 更何況你知道中國隔離就是俄羅斯 兩個一起加 你知道美國和俄羅斯是有幾大血海深仇 牙齒印有幾誇張 如果美國想揀揀中國的話 俄羅斯一定會出手 一定會幫手 因為你想一下 兩個大國是很近 變成了整個亞洲 歐洲整個板塊 你怎麼攻呢 因為中國直接有車可以去到俄羅斯 你怎麼攻呢 你不是說中國和俄國是兩塊很遠的地方 遠水不能夠近火 不是嘛 兩個根本就是輪郭 那怎麼攻呢 真的是攻不中 而且最大的問題就是 美國爆出 他們航空母艦裏有19契妹 已經惹了173人 在一架羅茲福母艦裏 現在不知道 最新的時候 所謂是幾一天前的 都173人了 你要知道航空母艦就不和郵輪 你想想郵輪那次鑽石公子號都惹得這麼厲害的時候 航空母艦其實應該傳播得更快 因為郵輪有些單位是有窗的 可以看海景的 還有郵輪的一個房間 它會有獨立廁所的 郵輪的房間有獨立廁所 也都一間房間是不會住得很多人 最多就是兩個 連小孩三四個 好不好 但是 你要知道航空母艦基本上是沒有無敵海景的 那些房間 不會有所謂的生風 我們經常說的 中國人說的所謂的生風 第二 他們的拖離應該不是房間裏的 你放心 他們應該是用公廁所的 就是公共廁所 第三 他們一間房應該很小 還有 他們應該睡覺 你知道軍人那些 通常上下隔床一間 可能90呎 好像家裡那麼大那些90呎 可能睡4個人 或者6個人的 或者8個人的 不知道的 所以其實是一個極密宅的 所以 他們的情況是會慘情過鑽石公主號 當然 我自己覺得 之前的大新聞說 羅斯福母艦那個船艦長被解僱 當然美國說 不是解僱他 而是調職 你相信不相信 你信不相信會突然間調職 即是在航行當中 你突然間叫你下船 不會的 你通常完成任務才調去下船 你怎會突然間在工作的時候換帳 不會的 而且你不會突然間就這樣調去下船 你一定有新的船船去接手舊船 舊船才會下船 當然是因為艦長把羅斯福號的狀況供諸於世 你問他是否故意供出去 我告訴你 艦長是故意的 一定是故意的 他不會不故意的 因為作為一個艦長 作為一個上教高級的人 全美國只有一個航空母艦 是其中一個可以指揮一艘艦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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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艦 你作為一個男長 知道這些是一些軍機秘密 正常來說 應該只發給他的頭頭 或者他上面的軍官 或者美國保安的人 最多是五六個 而且是一定會加密的 為什麼他不加密 要發出20至40個人呢 那個備忘錄這麼重要 這麼多秘密 他是故意的 因為他知道 他應該發了幾次 我們推測 他應該是第一時間會發給他上頭的 上頭的意思是 我不可以令軍心動搖 亦不可以讓其他國家知道 我們的航空母艦出事了 因為如果外面的人知道我們航空母艦有船員 或者有軍人感染後 而人數是多的話 我想要的目的就達不到 你明白嗎 我想要的目的就是讓其他國家害怕我 這個目的就做不到 其實是放空城界在這裡 讓大家害怕 這個如果讓大家知道 原來他裡面全部是病毀 那大家就不用怕了 是不是 所以他可能上面的高層就是這樣 所以一直都不理他 不派任何特別多 不派什麼物資給他 又不派什麼什麼什麼 蓋住 又不找包機去接他那些病的人 不做大規模的行動 所以那個藍長才沒有辦法我為了要保護下面的軍人 我為了保護下面的 下面的那些人 整個船的軍人都為他護掌 給他最高的敬意 因為他是保護了他那個船上的人 當然他下場也不會好 分分鐘就去到 不知道會不會有軍事法庭 你知道美國人命算什麼 有時候也覺得你不在乎別人國家的人命 也算了 你連自己國家的人命都不理 何況那些軍人是幫你打仗的 你這樣也不理他們 你叫軍人以後再怎樣為你效忠 所以大家想想 美國真的 都不知道是什麼 我現在都擔心在美國的媽媽他們 有時候大家要想一想 有時候想想 萬一我媽媽感染了 或者我姐姐感染了 而她又得不到醫治的話 我會怎樣想呢 她現在這樣 我又無法照顧她 那會怎樣 我有時候也覺得很悲哀 如果美國真的會照顧她的 市民也好 你也會安心一點 原來也不是那樣 她們的所謂的照顧 或者所謂的美好 只是說話而已 只是說話而已 我覺得她們世界第一 豐然是世界第一 真的跑不贏她們 其他事情 正如有些人說 中國什麼都是假 唯有假貨是真 我現在又覺得 我現在又覺得 美國呢 什麼 所謂的什麼都是假 你真的不要相信 你看看現在他們搞成怎樣 他們現在是說 那些屍體是不夠時間燒 是燒的時間也不夠 而他們 現在還要購買很多所謂的屍袋 也說屍體是放到走廊 現在是要找些什麼 就是雪櫃車 你雪著屍體 因為才不切 這些跟人間地獄有什麼分別呢 但這個時候又沒有人說 當初有人說 中國大陸的屍體 多到擺出來 看到有人抬屍體 現在不用 美國現在看到了 直接不用 直接供出來看 那些屍袋是這樣抬出來 那為什麼沒有人出聲 所以有時候 我真的慶幸我自己是中國人 真的很慶幸 因為有什麼事 也應該這樣說 慶幸我是這段時候出生的中國人 所以 是在享受一些 所有的好處 中國大力的好處 而不是說我們上一半 就是我媽媽那時候 出生的那些 那時候很窮 也都醫療的各方面 也都不太好 其實我覺得人家應該感恩 應該感恩 我們這段時候出生 其實是有很多好處 而我們也都在享受最好的東西 那就不要再要求 這樣那樣 尤其是要求一些不切實際的東西 那這次就說到這裏 那希望 美國都快點搞定 因為這根本就是 十九契妹開發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那這次就說到這裏 好 拜拜